五位女星被爆起,林志玲吃哑巴亏,Baby吓得大喊,热巴彩是真尴尬。 五位女星被爆起,林志玲吃哑巴亏,Baby吓得大喊,热巴彩是真尴尬。 明星出席活动,在宣传自己作品的同时,为了活动上更有看点,为了更好的和粉丝们互动起来,难免会被安排一些有看点的环节。 比如男星和女星来个公主抱,在鱼儿圈中,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。 下面五位女星同时被公主抱,林志玲吃哑巴亏,Baby吓得大喊,而迪丽热巴彩是真尴尬。 林志玲和黄渤,在活动中,林志玲黄渤两人竟然挽起了公主抱。 在图中,你可以看出黄渤毫不费力的表情,将林志玲一把地抱起来了。 只是当时志玲姐姐的裙子似乎有点短,几乎要看到了。 当然还有不少网友发现,黄渤的手这是放在哪里了,有点不规矩了,看来志玲姐姐这次是吃了哑巴亏了。 2.Angela Baby和王钟蕾,在现场,Angela Baby突然遭王钟蕾公主抱,看到杨颖当时的表情,貌似要吓得大喊了。 原来,当王钟蕾抱起Baby的时候,Baby的衣服显滑落,也是差一点要看光了。 看来还是有点不小心啊。 3.赵丽颖和张继科,在跨年晚会上,张继科和赵丽颖两人罕见同台,两人合唱过后, 想不到张继科乱起了公主抱,实力聊妹的张继科也引起了在场观众的尖叫,而赵丽颖却一脸娇羞。 不得不说,我们的赢宝还是很可爱的。 4.范冰冰和李志廷,范冰冰和李志廷携手出席电影发布会,为了给影片加油造势。 5.李志廷抱起范冰冰冰的瞬间,虽然两人是姐弟,也是真的很般配的。 5.范冰冰和李晨才是真爱,希望他们两人在世纪婚礼上再来一个公主抱。 5.迪丽热巴和陆寒,在跑男节目上,陆寒因为游戏输了,被惩罚要将迪丽热巴抱起来。 5.看到陆寒准备要将热巴抱起来,其他成员都非常期待陆寒一把热巴抱起来的浪漫瞬间。 5.只是万万没想到,陆寒竟然抱不动热巴,观众眼巴巴地看住热巴要掉下来了。 5.看到最后那一个公主抱,究竟是热巴太重了,还是陆寒体力不足呢?你们觉得呢? 5.你们觉得呢? 5.你觉得呢? 5.你觉得呢?